1,2,3,4 馬拉庚家庭 今天我們來到Petty House 我們要開始做一間Fusion菜 這裡的地方不算是非常大 但是整個裝潢都很有特色 這個時間是6時至7時 也不算是很多人 這裡主要吃的是一些Fusion 一些融合菜 這間Petty House 也有做早餐 它特地有一張大的海報 就說現在有早餐 無論是糖食還是喝酒 大家可以看到 是很豐富的早餐 來Petty House吃東西 而且在外面有泊車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車都出出入入了 但留意 這裡泊車 如果不是在這裡吃東西的話 它說是會鎖車的 即是說如果你不是在這裡消費 或者你不是能用銀行服務的話 而停車在這裡會鎖車 那你就要給100元才可以解鎖 嘩 弟弟你正在吃東西 你正在吃什麼 嗯 麵 這是什麼來的 我 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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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兒童餐 這裡也挺貼心 有小朋友的兒童餐 對嗎 沒錯 有些餐廳也會有些起司機 方便小朋友的份量不太大 他們就可以吃光了 哥哥這個好吃嗎 好吃 這個是茄汁肉醬意粉 是嗎 辣不辣 不辣就適合小朋友 看看吃得多滋味 看看樣子 這是什麼 不知道 這是薄荷醬 可能是薄荷醬 好滋味 他們每人一個兒童餐 我們不是兒童餐 那我們要吃什麼東西 我們今晚吃的是羊扒 有薄荷醬 嘩 這個真棒 對 因為他們有兒童餐 所以我們可以釣放海獎 嗯 好吃 而且我的份量也挺足夠 真的有很多件 好 配薄荷醬 薄荷醬 薄荷醬 好 又有東西來了 謝謝 我們可以叫這個 有啊 爸爸有叫這個 我們可以叫這個 當然可以 可以啊 可以 這是芝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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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芝士 我喜歡芝士 可以吃嗎 我試一下這個 Heddy House 芝士醬 好吃 好味 好 首先就是芝士是濃的 因為我喜歡吃芝士 再加上芝士 因為它燙過 口感比脆口 而亨拿魚 又令到它有點濕 因為如果那些芝士 就是芝士 它太乾的話 就很慘口 但是亨拿魚 有一點油膩 那種油分 吃下去 平衡 我覺得很好 有一點蔬果 裡面有青瓜粒 所以咬下去 有些火粒感 整個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不錯 頭都很厚 可以試一下 羊味是濃的 但是我嫌它太乾身了 因為太乾 就變得口感有點硬 比較難咬 配上薄荷汁 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可能大家看看 那個 羊肉的身 也有一點點乾 它是薄的 薄切的 薄切完之後 做出來 不知道是否太久 或者火候太足 吃下去的感覺 就是偏硬 和偏乾 我覺得 就 不太適合我的口味 如果它再汁一點 再肉汁多一點 就會更適合我的口味 但也不錯 也不錯 兒童餐最重要的 當然是雪糕 看看 弟弟在吃什麼雪糕 弟弟 你那杯有什麼雪糕味 什麼味 是嗎 朱古力雪糕 朱古力雪糕 朱古力雪糕嗎 對 哥哥 你那杯是什麼味 雪糕 朱古力 給大家看看 都是朱古力味 雪糕 兩兄弟都是最喜歡吃朱古力 兒童餐最後 一定是用雪糕做一個總結 新鮮的 新鮮 水族 想和大家介紹 Petty House 有什麼好東西吃之外 我發現了兩樣很有趣的東西 第一就是 Quick Cut 快剪 在香港快剪的店鋪 即是很快的剪頭髮 十分鐘剪髮 在香港成行成市 馬來西亞我第一次見 這裡可以快剪 11點到9點開 快剪也一樣 沒有特別講幾多分鐘 但它的價錢 剛才我見到好像是18塊 18塊 格局和平時香港的都差不多 第一樣是18塊 好 這是一個很驚喜的發現 原來馬來西亞也有 Quick Cut 的快剪 第二個很令我驚喜的地方 就是在 Petty House 後面 有一間自助洗衣店 這一間都在香港 現在是非常成行成市 有都是你自己的衣服 可能入錢 或者買套票 在這裡自助洗衣 我們在馬來西亞 還未見過 在這裡就看到了 有一間的 DZ Zelf Lodry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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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個模式 和香港都是差不多 那就是 看看 那就是 有乾衣 也有洗衣 那就是 要4個代幣 那就是每一個代幣 只要1個 即是說 如果你是要開機的話 那就是 要4個代幣 那就是 4個代幣 那就是 每多10分鐘 就要再給1個 OK 那這裡就應該是入錢 然後呢 就拿些 好像 是冒險樂園 那樣的 拿些代幣 然後呢 就 進去 如果是 洗衣的話 就36分鐘一次 乾衣 就35分鐘 那你覺得 如果不夠乾 那這三個 再進去 每一個代幣 就10分鐘 那剛才我也看到 是 有顧客 就是 就是 去用這些服務 那這也是另一個驚喜 在馬來西亞第一次看到 香港就真的成行成市了 還好 看 新的機密 這也是 在那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